国外海军没有听说过这种军舰呢 实际上海上生活综合保障舰是我国海军编队所特有的舰艇 外国媒体曾将这种舰艇叫做中国航母身边的豪华游轮 未来信息化战争发起突然 我航母编队受领任务后必须快速反应 其快速反应能力的高低决定着航母编队的保障程度和应急机动能力 也就是所谓招之起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但长期远海行动对舰远生活 舰机保障 物资供应要求高 通常情况下 航母编队水面舰艇每周 潜艇每月 要进行一至两次海上补给 根据物资效好情况 还要定期安排支援保障兵力 为编队实施再补给 或者根据需要安排编队在精艇国家港口补给修正 不过 美国海军在全球世界各地拥有大量军事基地和军港设施 可以用来进行补给 这是我国目前所不具备 航空编队不同于其他舰艇 其岸上补给完全不同于普通舰艇 我们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航母保障基地来举例 选择航母基地的三项原则 一是能否满足军事需求 例如是否占据战略要低 所在地的水源和港池条件 自然条件 安全和防御能力等是否满足要求 二是航母母港所在地的社会环境是否满足要求 毕竟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价有利于人员和装备的保障 恢复和修正 三是港城的经济环境 如商港的潜质 地区工业基础 能源及交通设施状况等能否满足母港的综合需求 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 日本武港海军基地 新加坡张仪海军基地和韩国釜山海军基地可以进行母港补给 而我国海军目前除去青岛航母母港之外 正在修建三亚捷母角航母基地 总体上海上训练和靠泊补给的港口远比不上美军 除去航母配套的海军母港以来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和航母辽宁舰主要还是为未来我国更大型 更现代化的航母 培养大量的相关专业人才 我们知道航母作为一个在海上的大型航空兵器和飞行器作战基地 包括海上航行 电子系统控制 通讯指挥 物资补给 机电设备管理 动力系统维护 航空设备维修 人员医疗支援 军械武器支援 舰载机飞行人员等一大批专业人才 由于我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人员训练都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需要这些各级别 各层次 各类型的兵种和工作人员统一协调配合 而训练这些专业技术人员需要的是一个海上舰长教学 研究和实习的场地 这个场地就是航母本身 而大量的参训人员需要的后勤补给平台 同时 为了搭载更多的海上训练人员参与到舰体实际训练科目中 中国选择突避西境发展一种一方面可以模拟海上作战训练和科研研究的大型舰点平台 另一方面又可以为航母舰上人员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 在远离海军航母母港的情况下 也可以实施后勤保障 军事专家认为 生活保障舰对于缺少身后现代海军积淀的中国海军来说 用相对低成本能